而铁道部就在昨晚召开记者会交代调查进度 再次向旅客道歉 对于工程人员掩埋了部分的车体残骑 铁道部解释是为了方便清理 胡天恒在温州报道 温州铁路意外发生之后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 铁道部昨晚召开记者会 会上有记者反映当时死女逃生 发言人向他鞠躬道歉 首先我向你表示车移提供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要代表铁路方面 向你表示深深歉意 我能够理解你那一种 你刚才说的是失利逃生吧 如果摊上我 我会跟你的心情一样 所以你觉得我刚才离出来 都得了妥善的处理 我刚才说的是 相信我们 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对于清理延长那时 工作人员将部分列车残骸掩埋 有记者质疑是否想毁灭证据 铁道部就解释 是为了方便清理 因为当时在现场抢险的情况 风景非常复杂 下面是一个泥潭 施展开来很不方便 还要对其他的车力进行处理 所以他把那个车头埋在下面 盖上土 主要是便于抢险 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 至于你信不信 我反正信了 而在清理过程中 仍然发现有生还者 是不是处理得太麻糊 铁道部就形容是奇迹 你们已经宣布现场没有活着的人的情况之下 已经在对车进行拆解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活着的声明 我只能回答你 这样的事情就是发生了 我们确实在后来当中 发现了一个合着的女孩 事情就是这么样 究竟何时才真正查明 这次事故的原因 铁道部就说他们仍然有很多资料要掌握 一有消息就立即对外公布 亚洲联系记者 胡天能在浙江温州 温州动车发生意外之后 上海铁路局局长等三个官员被免职 不过接任局长的安劳生 就引起了网民的强烈质疑 究竟为什么呢 安劳生在2006年出任铁道部总调道长 但在任来山东交际铁路 接连发生三宗重大事故 其中2008年的428重大事故里面 造成超过70人死亡 400多人受伤 身为总调道长的安劳生 因而被免职调到地方工作 去年再重返北京 重掌铁道部总调道长 有网民就质疑 温州动车出事 造成严重死伤之后 身为总调道长的安劳生 不单止不用负责 反而调到上海接任要职 批评跌道部长人事安排混乱 铁道部的初步调查说 事故是因为累计 引致列车的设备故障所致 但似乎未能够释除民众的疑虑 我们就在网上找到一份 相信是列车控制室的行车记录 专家分析过就说 相信今次事故涉及人为因素的机会 相当自大 王徐芝说下 网上流传一份 相信由控制室流出的行车记录 包括列车意外发生前 已经有另一列在对面行车线的列车 怀疑受雷击出现故障 令到出事路段的控制室 讯号系统一度受影响 要改由人手操作 之后控制室也收到D3115次动车 发生事故不能开动 控制室随即通知尾锤的列车司机 也就是D301次动车的司机要注意 但没有即时要求他停车 理大机械工程学系工程师 陆国强看过这段记录后 认为控制室的做法有问题 中第一部车D3115给讯号的控制室的时候 它是收到资料的 也知道位置的 事后就拆过那个讯号位置都停了 就是没有了讯号了 可以说没有了讯号 它也给了视线 信息那个D301的后车 叫它小心前面有问题的车在那儿 叫它自己开着车去做的 这是一个很创意的决定 控制室应该是立令 后车应该是停止操作 即停 罗国强指出一般铁路的讯号系统失灵后 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恢复正常操作 而在这段期间很容易发生意外 砍中的时候 看到高铁的安全保护体动了的时候 就会停止电源 停止电源 看到车不能运作 直到那些电源正常翻车 电压正常翻车的时候 它就靠电脑来控制或者调校 要时间的 起码10至20分钟 这个时间是很危险的 至于当局以方便救援为理由 将出事的列车车头埋入泥土之中 罗国强认为做法未必影响调查 但就没有这些必要 罗国强说列车出事的地方处于空旷的地区 容易受到雷击 日后需要加强防律的装置 避免同样的事件发生 亚洲电视记者黄徐智报道 在本港港铁华关注温州铁路事故 会留意事态的发展 赞足强调 本港的铁路列车有稳定的讯号系统 监测车与车之间有安全距离 如果在秘类设施来说 在我们整个供电系统那里 是有一个秘类设施在那里 个别的车也是有 我想刚才在车和车距之间的保障 是我们信号系统一个最基本的功能 那变成我们在信号系统的设计方面 也都是基本的要求 就是要保障了车和车坑的距离的保障 是完全是可以确保了这个距离 是何时都有一个安全的距离